我和柳如烟结婚后各玩各的 她有她的白月光 我有我的小女仆 可当看到来接我的女孩后 柳如烟耐不住了 韩沐阳 我还没死呢 我冷笑一声 有区别吗 我一身酒气地回来 打开家门 发现客厅里的灯还亮着 柳如烟坐在沙发上 妆容精致的脸阴沉得快滴下水来 你又去哪了 我看着她 漫不经心 酒吧 怎么了 柳如烟怒了 韩沐阳 这已经是第几次了 前几次我都没说什么 可你呢 越来越过分 回来得越来越晚 我点点头 反问 那又怎么样 她站起身 指甲深深陷入掌心 带着满身怒火 眼睛中是清晰可见的失望 韩沐阳 我没想到你和我结了婚 变成了这个样子 哦 我也没想到 你把我当成了你前男友的替身啊 我随手放下西服外套 看着她 一字一句 我和柳如烟相恋三年 结婚两年 结婚前她温柔体贴 照顾周到 结婚后像变了一个人 开始敷衍起来 一开始我以为她是变心了 直到有一天 我发现了她的手机里的照片 照片上的男人神似我 却又不是我 我在那一瞬间 忽然就明白了 为什么她倒追我三年 被我百般体贴 婚后却像变了一个人 原来 她的心中一直有个白月光 而我是那个可悲的提神 到手了 也就不装了 也是从那时候 我才注意到柳如烟的一些小细节 她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一个人在客厅喝酒 她会看着手机 发出几声叹息 她会偶尔看着我待一下 似乎在透过我看另一个人 我开始去酒吧 酒吧里各色各样的美女 既然她有她的白月光 我就找我的小姐姐 她先不仁 就别怪我不义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柳如烟沉默了半声 开口 这重要吗 我倒了一杯水 清理一口 用在平常不过的语气说道 柳如烟 不爽我就离婚吧 我以为她会爽快地答应 毕竟事情也摊开了 没想到 她抬起头 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沐阳 你是开玩笑的对吧 我笑了 从包里掏出准备好的离婚协议书 放到了她的面前 点了点签名处 示意她签字 柳如烟毫不犹豫 将离婚协议书撕成两半 她边撕边开口 语气坚定 韩沐阳 我不会和你离婚的 和柳如烟吵了一架后 我来到了酒吧 一个扎着双马尾 穿着女仆装的女孩 走到我面前 哥哥 心情看起来不是很好 我抬头 眼前女孩眼睛明亮 笑起来有两颗小虎牙 气质清纯干净 不像是会混迹酒吧 这种地方的人 我眉眼上调 小妹妹 你是 哥哥这么就忘了吗 她俏皮地歪头看我 笑意更深 看着她的面容 我摇了摇头 女孩看我摇头 失落了一下 看起来像只被人遗弃的小猫 你上次喝醉酒 是我把你送到出租车上的 一些零星片段 在我脑海中浮现 哥哥看来是想起来了 女孩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 马上 女孩与带调侃 哥哥遇到什么烦心事了吗 大晚上一个人在酒吧喝醉 有没有兴趣跟我聊聊天 我轻笑几声 你就当我脑子被猪拱吗 那晚 柳如烟在洗澡 她的手机响了 我拿起 以为是诈骗电话 然而我却意外看到了那张照片 心中的愤怒如海潮不断涌来 我一个人打车去了酒吧 酒吧里挤满了人 正是热闹时候 我独自一人喝着酒 许是愤怒过后 心中的悲伤一点一点肆意 要说没对柳如烟动过心 那是假的 要不然我也不可能和她结婚 她到追我的时候 下足了功夫 每天给我送早餐 陪我上课 在比赛里专门为我加油打气 全校人都知道 她喜欢我喜欢的不顾一切 我的室友看到都纷纷劝我 沐阳 柳如烟对你真好 她长得好看 身材也好 你就答应吧 我被柳如烟一点点感动 一点点攻略 最后答应了她 女孩名叫夏星儿 在酒店里兼职打工 自那以后 她就缠上我了 不仅哥哥哥的叫我 每次去酒吧 她一得空便会来找我 我拿着酒杯看着她 勾起一个淡淡的笑容 我已经结婚了 夏星儿正愣了片刻 没说什么 垂着头走开了 回到家中 柳如烟已经在了 她的脚边是一只小萨摩耶 白白的 软软的 小狗朝我指摇尾巴 发出两声清脆的叫声 看着小萨摩耶 我愣在了原地 上大学的时候 我和柳如烟说过 我很喜欢小动物 尤其是萨摩耶 可惜柳如烟有着轻微哮喘 结了婚 我们一直没有养任何动物 沐阳 喜欢马 他看着我 眼神终是稀奇 我沉默了 他在我的沉默下 自顾自地抱起了萨摩耶 挤出一个讨好的笑容 我给他起名叫小白 你喜欢吗 我以前一个人租房子时 养的萨摩耶就叫小白 刚养一个月 就生病去世了 后来就没养过动物了 他给这只狗 也起名叫小白 我看着他微微冷笑 柳如烟啊 你就这么喜欢找替代品 没有等他回答 我绕过他进了客厅 他跟着我 急忙掏出手机给我看 沐阳你看 我已经把他的所有信息都删了 我和他不可能了 哦 我不温不火地应了一声 这只狗送人吧 他急得几乎要掉出眼泪 但没有再说什么 我静止走进卧室 关上了门 第二天 他又变回了结婚前的样子 温柔地喊我起床 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 柳如烟 没必要 我再一次将他做的早餐 倒入垃圾桶后 他有些生气了 沐阳 你别太过分了 到底要我怎么做 你才能原谅我 离婚 我解明易害 不留一分余地 柳如烟一愣 颓然地低下了头 很快 他红着眼眶抬起头 沐阳 我错了 我会补偿你 你不要闹脾气了好不好 我心里冷笑一声 被人当替身这么多年 他竟然觉得是我在闹 柳如烟 你让我觉得恶心 许诗这句话刺激到了他 他激动地冲过来 抓住我的胳膊 声音微微颤抖着 韩沐阳 你到底要怎么样 你说我把你当替身 那你呢 我都说和他不可能了 你凭什么还不可原谅我 我被他的指甲抓破了皮 皱了皱眉想要覆开 可他的手像钳子一样 紧紧地抓着我 随即他眼睛里 露出近乎疯狂的神色 沐阳 我不会让你离开我的 说完 他一把把我按在墙边 他踮起脚尖要来吻我 就在我正准备 用力推开他的时候 柳如烟的手机铃声 响了起来 他接起 听到电话里的声音后 明显慌乱了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 露出这样的神情 好像是什么事而复得的珍宝回来了 他放开我 慌张出去接电话 我独自一个人走在大街上 以前的柳如烟很温柔 他对我说话都是轻声细语的 每天总是体贴地准备好饭菜 等我回家 甜甜地说 老公辛苦了 他刚刚那个样子 让我觉得陌生至极 我抬头看着天空 夜色正为浓厚 黑漆漆的 如今 竟连个去处也没 我叹息一声 结婚果然的慎重 夜风吹得我的衣角不断扬起 我缩了缩身子 在我决定去订酒店时 一个暖宝递到了我面前 是夏星儿 他依旧扎着双马尾 笑容纯净可爱 像冬日里的阳光 哥哥不是结婚了吗 怎么一个人在外面吹冷风 夏星儿将我带到一个 两室一厅的房子里 房子内宽敞整洁 哥哥没地方去的话 可以租我朋友的房子 他给我热了牛奶 递到我面前 我看了眼牛奶抬头 有酒吗 夏星儿鼓着腮帮 毫不留情拒绝了我 没有 总是喝酒对身体不好 他皱着眉头 叙叙叨叨对我说叫 看起来年轻又有活力 我忽然就笑出了声 第二天 夏星儿送我送到了家 进门后 我没想到柳如烟在家 他坐在沙发上 紧紧盯着大门的方向 你去哪了 他抬起头 眼睛里都是血丝 我没有回答他 静止进了房间 房间内 是一个陌生男子 准确的来说 是柳如烟手机里的男子 你好 我是宋瑞成 如烟的前男友 你昨晚一夜未归 如烟很担心你呢 眼前的男子穿着我的睡衣 看起来已经休息了一夜 柳如烟竟然把他的白月光 带回家过夜 我气笑了 这真是我没想到的 他再一次刷新了我的三观 我没有理他 自顾自把房间里看起来 他用过的东西 都扔到了垃圾桶里 不好意思 我不习惯用别人用过的东西 你身上这件睡衣 我也不要了 送你吧 他一时不知道怎么缓口 脸一阵红一阵白 忽然看向门口清清开口 如烟 你老公脾气挺大 门口处站着柳如烟 他看到我在收拾东西 紧紧皱起眉 神情意味不明 你要去哪儿 我将点好的衣服 放进了行李箱中 既然你不同意离婚 那我就先搬走了 你什么时候同意了 给我打电话 我们去民政局办理手续 柳如烟的脸色 在我的话语中 一点一点沉了下来 我说过 不会和你离婚的 行啊 那你现在就让他滚 我就暂时不离婚 怎么样 我指着宋瑞成 眉头微微上挑 在我说完这句话后 他们两人的神色如出一辙 都很难看 柳如烟终究没让宋瑞成走 走的是我 他和我说 宋瑞成如今没个去处 一个人孤苦伶仃 他只是暂住几天 我忍无可忍 看着他们冷笑 柳如烟 你让我觉得恶心 然后提着行李 没有一丝犹豫地离开了 我来到夏兴儿 帮我看的房子里 屋内阳光充足 大片大片的阳光洒进 我打量着房子 有些惊讶 这真的一个月才三百 夏兴儿连忙点了点头 我朋友不住的房子 所以房租很便宜 看着我狐一的目光 夏兴儿露出嘴边的酒窝 我妈打来了电话 开门见山地问道 沐阳 听如烟说 你要和他离婚 我心里冷笑 可我妈说有用吗 是啊 我们不合适 我妈开始叙叙叨叨 哎 你这孩子 如烟她性格温柔 做事周到 现在还是家族企业董事长 愿意嫁给你 那都是我们祖上记得 听妈一句劝 别闹离婚 离了以后你提着 灯笼也找不到如烟这样的了 看似为我好 没一句真正为我着想 我懒得跟她掰扯 直接挂了电话 外面下起了小雨 就像我和柳如烟的 第一次见面那天 我在图书馆看书 柳如烟穿着一身 粉色的连衣裙 经过我的面前 你好 我可以坐在这里吗 我抬头 只觉得眼前的女孩 让人眼前一亮 她的脸上挂着 温婉可人的笑容 看起来温柔美好 像极了电影里的女主人公 我点了点头 临走时 她塞给我一张纸条 我叫柳如烟 可以认识你一下吗 应该是从那个时候起 她就把我当成了替身 这一档就是五年 所以我为什么 要原谅柳如烟呢 柳如烟发来了消息 沐阳 别闹了好不好 瑞承丢了工作 没地方去了 才找到我 她住几天就走 我说过 你什么时候同意离婚了 和我打电话 韩沐阳 你非要这样闹吗 我点开拉黑键 毫不犹豫愣了下去 中午的时候 门铃响了 穿着洛丽塔裙的下心儿 提着两大包东西来了 有水果 有蔬菜 有零食 仿佛真的是 这间屋子的小女仆一样 傻眼了 你这是批发去了 下心儿把东西 整整齐齐放进了冰箱里 空荡荡的冰箱 被塞得满满的 这不是担心 你一个大男人 不会照顾自己 下心儿又掏出一个 精致的盒子 哥哥 现在可以考虑一下我了吗 我打开盒子 里面是两颗精致的 宝石袖扣 我看着闪闪发亮的袖扣 挑了挑眉 又是哪家的大小姐 出来体验生活了 我认得 这是某奢侈品牌的限量版 价值不菲 下心儿脸一红 支支吾吾没有回答 我笑着问下心儿 你看上我什么了 下心儿抿嘴一笑 有些羞涩的开口 你那天在酒吧 一个人喝着酒 气质清冷 浑身都散发着 生人勿扰的气场 我那时就想 这样的人 悲伤不应该出现在他 我面无表情打断他 说人话 他乖乖道 因为你长得帅 我笑了 拍了拍他的头 还算诚实 下心儿笑了笑 过了一会才说 哥哥 我年轻漂亮有活力 要不要试试和我在一起 他举起手发誓 我不会像那个女人 我一定会对哥哥 忠贞不二 我沈笑一声 柳如烟 以前也是这么和我说的 他愣了一瞬 急急跑过来 蹲在我面前抬眼看我 那不一样 他拿你当白月光替身 我拿你当白月光本人 我装作思考的样子 有道理 那可以给你一个机会 好 我绝对不会让哥哥失望 下心儿眼角没烧 都挂着笑意 青春洋溢 如同清晨的朝阳 如同没结婚前的我 下心儿没有因为 我的拒绝而退缩 来到公司 同事看见我 阴阳怪气 哟 现在牧羊可是不一般了 哎 听说了吗 某人正在和她的 白富美老婆闹离婚呢 不过 人家可是又找了个富婆 你看她公司门口 停着的那辆跑车 不会是个六龄 七龄的老太太吧 说完 他们都开始哈哈大笑 刺耳的笑声 响彻整个办公室 我把东西重重地 拍到办公桌上 微微一笑 看来各位是 没什么工作要做狠闲 要不我跟领导说一声 不行就财了 不过被开除了以后 房贷还得继续还吧 我坐在椅子上 支着下巴 淡淡地看着他们 我是我们科室最年轻的 也是最没经济压力的 其他的人 一个个要不是 还没找到女朋友 要不是每天被车贷 房贷压得喘不过来气 他们一个个面红耳赤 闭上了嘴 我接水的时候 其中一个同事 假装办了一下 手中的水 静止朝我洒来 我反应过来 朝左闪去 顺带地将我杯里的水 泼了出去 他杯中的水 只泼湿我一点 真不好意思啊 刚刚脚滑了一下 我拿出试金地给他 没等他反应过来 笑笑离开了 出了公司门 外面停着两辆车 一辆夏星儿的 一辆柳如烟的 看到我 夏星儿率先凑了上来 双马尾一跳一跳 活泼可爱 哥哥 你可算下班了 今天陪我去吃大餐好不好 他心情也一闪一闪 充满期待 柳如烟看到夏星儿 眼中俱满了风暴 语气很不好地问我 韩沐阳 他是谁 我走向夏星儿 漫不经心地看向他 仿佛他只是一个路人 看不出来吗 我的小女仆 柳如烟听完我的话 脸瞬间黑成了锅底 他咬牙 韩沐阳 我还没死呢 我无所谓得到了一声 接下来的一句话 成功让柳如烟破防了 有区别吗 他紧皱眉头 眼中的风暴更加强烈了 他刚要说什么 一个男人搂住了他的腰 柳如烟 我醒来不见你 好不容易找到你 我们回去吧 是宋瑞成 这个画面属是狗血 我抬了抬下巴 柳如烟 再加恶心我不够 还带你白月光来公司恶心我 柳如烟眼神有一瞬的慌乱 沐阳 我不知道瑞成也会来 也许是夏星儿的存在 给柳如烟带来了危机感 这次他甩开了宋瑞成的手 宋瑞成没想到柳如烟会这样做 眼神瞬间失落 委屈地说 如烟 我是不是做错了 看起来格外脆弱 我懒得在看他们的戏码 拉着夏星儿离开了这里 背后传来咚的一声 然后是柳如烟慌乱的声音 瑞成 你怎么了 我嘴角扬起一个讽刺的笑 他这白月光怕不是指红的 我没想到 柳如烟找来了我住的地方 我推开门 柳如烟满脸疲惫地站在门外 看到他 我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你来干什么 我不是说了 你同意离婚给我打电话就行了 他没有回答 而是嘴角露出一个苦涩的笑容 怎么 看到是我 不是你的小情人 不开心了吗 我懒得反驳 淡淡开口 你既然知道 就别来我面前隔应我 这里不欢迎你 柳如烟不甘心地问道 沐阳 你到底爱过我吗 听到这句话 我真的很想笑 我和他在一起时 他半夜哮喘发作的时候 家里没药了 我跑了好几条街给他买回药 我和他结婚后 学着如何做一个称职的丈夫 如何照顾一个人 结婚前是他做饭 结婚后是我做饭 早上我会早早起来 给他热饭 帮他整理好杂乱的公司文件 哪怕我下班也很累的时候 也会抢撑着身体给他做饭 担心带毛的东西引发他的哮喘 买东西总是精心挑选 查过以后才会下单 我做的这些 他是瞎了吗 如今还能问出这样的话 你如果不是来离婚的 就从我的面前消失 好吗 柳如烟叹了口气 仿佛妥协了 我和你离婚 不过瑞成的身份 我想你还不知道 听到这句话 我愣住了 他能有什么身份 柳如烟走了 我一个人坐在客厅发呆 宋瑞成竟是我的哥哥 怪不得他和我容貌相似 这真是命运弄人 我的哥哥在五岁那年 就被人贩子拐走了 我们找了哥哥好多年 在我八岁那年 妈妈偶然从小到消息得知 我的哥哥已经死了 爸爸妈妈这才放弃了寻找哥哥 宋瑞成被人贩子 卖到了一个穷乡僻壤的地方 家中只有他的养父 买下他也是为了给家里当苦力 他从小努力读书 想走出那个地方 在他考上大学后 他的养父不供他读书了 让他回家给家里种地 他拼尽全力 才从养父家逃了出来 柳如烟和我说 宋瑞成受了刺激 精神不太好需要人照顾 他会在下个月和宋瑞成结婚 这时 妈妈打来了电话 让我回家一趟 我回到家 妈妈正握着宋瑞成的手 眼眶通红 孩子 你受苦了 看到我 妈妈忙说 这是你的哥哥 我沉默了 宋瑞成也沉默了 气氛意识有些凝固起来 妈妈眉头微皱 不满道 沐阳 干嘛呢 快叫哥哥啊 我刚想说什么 哥哥开口 没事的 沐阳现在肯定觉得生疏 我叹了口气 妈 柳如烟的再婚对象 你知道是谁吗 就是你面前的这位 妈妈的眼睛呼地就睁大了 气氛更加寂静诡异起来 妈妈来到了我的房间 沐阳 既然你和柳如烟无缘 就原谅你哥吧 他过这些年过得也不容易 我起身 眼神犀利 妈 我记恨的不是他 是柳如烟 他 我根本不在乎 妈妈叹了口气 他问 接下来你怎么办 我让李沈给你介绍的对象吧 我拒绝的干脆利落 不用啊 妈 你还是先操心哥的婚事吧 他离开了我的房间 我听到他在和宋瑞诚聊天 阿诚 柳如烟家境很好 你娶了他 以后生活条件会很好 不会再受苦了 至于沐阳 他还小 不懂事 你别和他一般见识 我戴上了耳机 将音量调高了 这时 夏兴儿打来了电话 沐阳 什么时候回来啊 我想你了 声音委屈巴巴 像只被抛弃的小猫咪 我不自觉就笑出了声 明天 明天我就回去 夏兴儿的声音顿时有了活力 等你回来 我走时 妈妈问我 怎么这么快就走了 你哥好不容易找回来 不再待几天吗 你们兄弟俩好好聊聊 我回来一句不必了 宋瑞诚就要娶我的前妻了 有什么可聊的 聊我和柳如烟的结婚心得吗 夏兴儿正在家等我 看到他 我愣了一瞬 随后明白过来 这房子不是你朋友 是你的吧 他点了点头 小心地看着我 沐阳 你没有生气吧 还没等我开口 夏兴儿率先说道 沐阳 我带你去看海吧 就当是我道歉了 我们来到海边 海边满是自由的气息 海浪卷起一阵又一阵浪花 海龙在海上自由地飞翔 夏兴儿拿起几个色彩鲜艳的海螺给了我 沐阳 海螺里有大海的声音 我将海螺放到耳边 海螺里传来夏兴儿的声音 沐阳 我喜欢你 你与我而言 就像海洋生物离不开大海一样 听着海螺里的声音 我的嘴角不知不觉扬起了 小女生的爱意总是那么热恋而奔放 她们会大胆说爱 大胆向心爱的人表白 我放下海螺 看到的是眼中满满稀奇的夏兴儿 沐阳 和我在一起吧 她眼里是满满的期待和爱意 我心里一动 点了点头 夏兴儿兴奋地抱住了我 她身上暖暖的气息 隔着衣裳清晰地穿了过来 让我心里也暖暖的 回到家 宋瑞成的消息发了过来 沐阳 我知道如烟只是把你当成了我的替身 所以 沐阳 原谅我好骂 我不是故意想抢走她 但她最终还是选择了我 还是一如既往 让人无语道懒的搭理 没关系 她现在是你的了 祝你们百年好喝 沐阳 我和柳如烟结婚那天 你会来吗 我放下手机 我当然会去 还会给你们准备一份大礼 走进厨房 穿着围裙的夏兴儿 已经做好了饭 十足的小女仆模样 她英气地拉着我过去 沐阳 饿了吧 这都是我做的 快尝尝 她给了我双筷子 给我拉开了椅子 我夹起来 刚放到嘴里 就看到了夏兴儿期待的目光 就像是一只求夸奖的小孩 看起来可爱极了 怎么样 沐阳 好吃吗 我问了一声 然后看着她 你要不尝尝 夏兴儿弯下腰 凑到我的耳朵旁 沐阳 怎么尝 我还没反应过来 她的唇吻了上来 带着少女特有的清香 我闭上了眼 没有推开她 主动回吻了过去 一吻过后 夏兴儿一副 没有吃饱的样子 娇羞地低着头 沐阳 你好热情 我呜了一声 故意问她 还想继续热情 夏兴儿忽然脸红了 走开了 看着她的样子 我笑了 我和夏兴儿在一起后 她更加张扬了 经常来到我的公司找我 喊我哥哥 黏着我 在同事艳羡的目光下 送了我各种名贵的奢侈品礼物 同事偶尔会酸几句 韩沐阳这是棒妇婆了呀 我摸了摸袖扣 冷笑道 没办法呀 这就是命 个人有个命 不是吗 柳如烟和宋瑞成结婚的日子 很快就到了 柳如烟穿着洁白的婚纱 宋瑞成穿着一身黑色的西服 她的手紧紧搂着柳如烟的腰 两人看起来异常般配 一个渣 一个茶 祝福并锁死 柳如烟看到我 眼瞳缩了一下 似是没想到我会来 我朝她扬起一个浅浅的笑容 轮到各方家里人发言时 我毫不犹豫走上了台 拿起话筒 大家可能还不知道吧 柳如烟结婚的对象 是我亲生哥哥 我特意强调了亲生哥哥四个字 我的声音经过话筒 传到了大厅的每一处 清晰响亮 把柳如烟炸开了锅 议论纷纷 这不是柳如烟的前锋吗 他又嫁给了他哥哥 这玩的哪一出 是柳如烟看上了他大伯哥 还是他哥看上了他弟妹 桂圈争乱 我看向柳如烟和宋瑞成 他俩听到了下面的讨论 脸色极为难看 尤其柳如烟 原本白皙的脸黑得如同锅底 阴沉着脸 嘴巴紧敏 浑身颤抖 仿佛下一刻就要爆炸了 宋瑞成突然放开了柳如烟的手 红着眼圈走了过来 朝我锯了一躬 然后看向台下 大家听我说 我刚让了亲 在这之前 我并不知道沐阳是我弟弟 这不是柳如烟的错 可他的解释 并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 相反 下面的议论更大了 看到这个结果 我很满意 一个角落里站着夏星儿 他穿着蛋糕裙 两手握在身前 默默看着我 发现我的目光后 冲我露出一个甜美的笑容 我走下台 静止走向夏星儿 牵着他离开了这里 柳如烟的事迹口口相传 在各个公司间流传开来 各种各样的版本都有 他公司的股价开始下跌 听说资金链也出了问题 一些合作的公司纷纷解约 我喝着咖啡 欣赏着外面的夜景 柳如烟现在恐怕正焦头烂额吧 我起身 回到了沙发上 夏星儿洗完澡出来了 我看着他 勾起唇角 身材不错嘛 夏星儿破天荒 没有在我的条头下脸红 他边擦头发边坐到我身边 语气轻柔 那 沐阳 要不要试试 我嘴角上扬 好啊 夏星儿没想到我来这么一出 脸色一点点变红 我扑斥笑了一声 开口 星儿 你还是不惊斗啊 夏星儿看着我 没有说话 忽然他扑进了我的怀里 我刚想开口 他直接抬头吻了上来 过了一会儿 我们才分开 我看着他漂亮的眼睛 星儿 你真的想好了吗 他直直地看着我 眼神里都是肯定 一滴水珠顺着他的头发 落到了我的手上 冰凉的触感和夏星儿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第二天 我第一次起得晚了 但感觉空前的神清气爽 起床后 穿着围裙的夏星儿 已经准备好早餐了 他看起来心情很美好 快来吃吧 有你最爱的水果沙拉 我应了一声 坐了过去 看着眼前精致的饭菜 我胃口大增 拿起筷子吃了起来 夏星儿在一旁 没眼呆笑地看着我 吃到一半 我忽然想到什么 问他 你父母会同意我们在一起吗 夏星儿露出两个酒窝 明天和我去我家一烫 不就知道了 夏星儿带我见了他的父母 在见他父母以前 我的家庭普普通通 他的父母会同意我们的关系吗 尤其我还离过婚 夏星儿看出了我的紧张 握着我的手 穆扬 放心 我的父母都很开明的 我问他 你有家族联姻的未婚夫吗 他先是一愣 然后笑了 眼睛眯起来 好整以暇地看着我 有啊 我到了他眼中的戏谑 狠狠刮了刮他的鼻子 来到夏星儿家中 夏星儿的妈妈在家 他的爸爸因为忙公司的事 没有回来 夏星儿的妈妈看到我 热情招呼道 你就是星儿提的牧羊吧 快坐 我将买的礼品放了下来 夏星儿挨着我坐了下来 夏星儿的妈妈看着我开口 咱家闺女眼光就是好 这顿饭吃得很顺利 夏星儿的妈妈在领走时 送了我一只非常昂贵的钢笔 据说是夏星儿的爷爷留下的 我问夏星儿 你妈妈知道我离过婚吗 夏星儿点了点头 我愣了一下 那她知道就没说什么 夏星儿叹了口气 一开始我妈确实不怎么同意 她顿了一下 然后看着我开口 不过我家沐阳这么帅气迷人 我妈妈见了你就满意了 我挑起眉毛 语气拉长 看着她 是吗 夏星儿凑了过来 撒娇道 当然是了 说完便吻了上来 我和夏星儿结婚了 我妈这时才知道夏星儿的身份 她拉着我 好奇问道 沐阳 你怎么追到的她 她追的我 我的爸妈在婚礼那天 笑得合不拢嘴 宋瑞成没有来 听说她的抑郁症又犯了 柳如烟在家里照顾她 夏星儿结了婚 又和我一起环游世界 婚礼前夕 柳如烟打来了电话 她犹豫了几秒 在我不耐烦要挂的时候 开了口 沐阳 如今你过得开心吗 听到她的声音 我有一瞬的惊讶 我把她的婚礼搞成那样 她还会给我打电话 我直接了当 我没空听你废话 她想说什么 最终还是没有说 挂了电话 没多久 宋瑞成就打来了 沐阳 如今如烟的公司很难 我知道弟妹家很有钱 你 可以借我们些钱吗 我明白了柳如烟 为何要给我打电话 不行 夏星儿的钱不归我管 说完 我干脆利落挂了电话 夏星儿这时回来了 她的手中抱着一只 小小的萨摩耶 小狗见了我 只要尾巴 可爱极了 沐阳 我们的宠物狗 说完 她点了点萨摩耶的头 警告道 你可不能和我争宠 我看着她这个样子 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夏星儿陪我看日出 在太阳完全露出地平线纳克 夏星儿认真地看着我 沐阳 我想永远和你在一起 说完 吻了上来 清早的气息配上夏星儿的吻 格外甜蜜 太阳洒在了我们身上 暖暖的光线将我们的影子 拉得很长 我在她耳边低声说道 夏星儿 我们一定会幸福的 夏星儿翻外 我在十三岁时 和家里闹了矛盾 一个人偷偷跑了出来 在街角遇到了三个混混 他们一个个面目争鸣 围成一圈 向我不断逼近 为首的一个人 吐掉了嘴里的烟 小姑娘穿得不错啊 身上有钱没 大哥 就算她没有钱 这小模样也挺招人稀罕的 嘿嘿 为首的名笑两声 吩咐两个小弟 去 给我抓住搜身 他们向我走来 我害怕极了 这时 一个声音传来 你们干什么呢 我抬头看去 看到一个穿黑衣服的男孩 他皱着眉头站在不远处 我看到了救星 眼睛亮了 他扫尸了三个混混一眼 摇了摇手中的手机 我已经报警了 一个混混大骂一声 你个臭小子 看老子不把你揍得满地找牙 三人向男孩走近 他没有露窃 反而眉头上扬 男孩掏出了喷雾 朝三个人使劲喷去 红色的粉末 洋洋洒洒洒 包裹住了混混 混混们被枪着了 趁他们闭眼咳嗽的时候 男孩一把拉住我 迈开步子奔跑 我看着他的侧脸 风吹动着他额前的碎法 肆意张扬 像一只骄傲的小狼 酒吧里 我无聊地看着四周 看到一个黑色西服的男人 他气质凌练 眉形上扬 周身气质如一只孤狼 我的眼睛瞬间亮了 是他 男人一杯一杯喝着酒 神情落寞 悲伤包裹着他 在他起身要走时 我走过去 辅助了他 男人略带醉意的眼睛向我看来 小妹妹 他轻笑一声 开口 语调懒懒的 像羽毛扫过了我的心头 我当时忽然有种 吻上去的冲动 我克制住了自己 没关系 来日方长 打电话叫来我家的司机 我让他扮成出租车司机 送他回家 看着他的背影 我常常叹了口气 终于又遇到了你 我的小狼 柳如烟翻外 我在图书馆第一次看到寒慕阳时 心中顿时激动了起来 我打了个招呼 他抬起了头 神似去又不是 我有点失落 临走时 我给了他一张纸条 他收下了 认真看了看 然后抬起头 举着纸条 眉毛上扬 却又带着慵懒 像只骄傲的狼 你想要和我认识 是吗 那一瞬 我清晰地听到了我心跳的声音 我点了点头 李茂的伸出手 全文完